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军红台长 为我们慈悲看图腾 很开心啊 这个本来安排两个人发言的 那个因为时间关系呢 给他下一次机会啊 对不起 好下面我们就开始 开始看图腾 感恩南摩大自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河河沙 感恩师卢军红台长 请师父帮我看一下 我的爷爷1931年属羊的 你的爷爷是吧 对他胃部不舒服 现在还活着是吧 对1931年属羊 想看什么讲吗 他胃腹部一直不舒服 晚上 知道了知道了 那我现在从上面帮你看下来 你的爷爷睡眠不好 是 有咳嗽 有痰 有痰 再往下看 心脏 有爪脖现象 胸闷 是 肠胃 有萎缩 有胃溃疡 对对对 这一次做过胃镜了 就是胃溃疡 看见吗 感恩师父 再往下看 你爷爷 小便不干净 有前列线 对对对 老龄家 我看他 他还是锻炼身体的 还是锻炼身体的 他每天晚上睡不着觉 然后两点钟起来就打扫房子 就打扫房间 打扫到四点钟开始就念经 嗯 首先 我想跟你说 他有一个女的 年纪大的 在他身上 是的 师父 我们之前有一个同修也跟我说 有一个女的在他身上 然后 他应该自己做梦做到过 嗯 你问问你爷爷 是有这么一个女的 嗯 你要叫他当心一点 嗯 我们之前又许愿了 108张小房子给这个女的 现在呢 没有太大的问题 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 但是可能会有血光之灾 就是要动手术 我爷爷在今年的7月2号 嗯 之前我给他放生了100只甲鱼 然后当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 给他放生了900多条鱼 嗯 8点钟的时候 他就在家里摔跤 出了好多好多血 吐出来好多好多血块 嗯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要止血 嗯 我告诉你 你现在我问你 他现在念经不念经啊 念经 但是 许愿了吗 嗯 他许愿是一个月吃25天素 一个月 十 一个月25天素吗 咬咬牙 全素了吗 哈哈 我们家里就一直是吃素的 啊 嗯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25天非常有慈悲心 有5天没有慈悲心 这个人算有慈悲还是不慈悲 没有慈悲心 好了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嗯 所以就是这个道理 叫他要许大愿了 好吧 我告诉你 我看的肺也不是太好 是的 他之前还吸烟 你要叫他好好地念经 这个女的大概要85张小房子 85张 嗯 现在85张 他可能会暂时离开他身上 嗯嗯嗯 嗯 有时候压着他喘不过气来 对对对 他晚上就一直会吹悟 他经常说就气喘不过来 对对对对 感恩师傅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现在叫他念85张小房子 好好的修心 好好的许愿 而且呢 叫他自己要念 学会念心经 嗯 他都会念 小房子也会念 哇 你爷爷脾气倔得不得了 对对 嗯 我看到他了 个子也蛮高的 嗯 眉毛浓浓的 对对对 嗯 鼻子还很高 是 嗯 蛮好看 谢谢师傅 老人家慢精神的 好了 好感恩师傅 师傅 您再帮我看一下 我家的佛台 你家佛台主人是 属什么的 嗯 是1958年属狗的 1958年属狗的 对 嗯 佛台呢还可以 嗯 佛台还可以 嗯 这个人呢 曾经呢 修过 很多 啊 就是拜过很多的佛 是 是 那个家里呢 好像还可以 嗯 就是 这个佛台的 面对佛台的右边 呐 嗯 这房间里边呐 不是太干净 那边是窗户 那边是窗户 是什么 窗户 看见了吗 你们记住了 窗户是最脏的地方 不是窗户 是窗户 窗户 啊 窗户是吧 嗯 那你们家窗户 对面 有一个 好像房子 也不叫什么东西 离得很近啊 离你窗户 嗯 那大概是阳台吧 很近 你不要在那里 晒衣服 避开佛台这个位置 嗯 过去一点 那个地方不能晒衣服的 哦 好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家里弄得蛮乱的 是吧 你自己好好打扫打扫了 尤其佛台这里 嗯 很乱 哦 好吗 好 其他没什么 还可以 护法神来过 菩萨没来过 菩萨没来过 好吗 嗯 还可以 嗯 好了 感恩师父 感恩观心菩萨 感恩观心菩萨 感恩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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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